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他說GS除以2s加1 於是於幾 那今天一個FS 他可以分解成GS乘上2a加1再加2 那今天把這整個平方 之後去除以2s加1的平方 於是怎麼算 來看這邊齁 第一句話 GS貝塔屬是於他 所以說我開始慢慢分解齁 來貝除4是誰 GS 請問貝幾除 貝2s加1除 除下去得到一個3s加3 什麼是 與4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我覺得這裡比較複雜一點 我直接慢慢來分解他 所以第一句話 GS貝塔屬於他嘛 所以貝除4等於除4乘3 3s加3 與4 這樣可不可以齁 再來 今天我的FS怎麼寫 我FS可以分解成GS乘上2s加1 再加幾2 行不行 這時候你觀察一下這邊 這個G和這個G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說我可以把這個事實帶進來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想請我們下午 FS 可以改寫成 把整個GS把這個整個帶進來變形 2s加1 乘上QAX 加3 行不行 乘上 2s加1 尾巴再加7 2 想行不行 所以說 知道麻煩一件事情 把這邊乘開 我們在數學當中 乘法有什麼率 分配率 把它乘開 乘開之後可見 FS怎麼寫 他乘他 乘起來自己 2s加1的幾次 2次乘上QAX 加3 他乘他自己 3倍2s加1 鬼巴再加7 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 稀好看一點 我的FS 可以解成 2s加1的平方 乘上QAX 加3 把這邊乘開自己 6s加3 再加2 6s加7 加5 這樣行不行 好 想到這邊之後 第二件事情 題目希望說 把這整個平方 除以這個平方的余式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去把FS找到 有沒有看到 但是題目的重點是什麼 要把這整個FS的平方 所以說 今天FS是他 所以說今天是要什麼 要FS的平方 也就是背熟式事情 要把這個FS 整個抓起來幾次 2次 2次 這樣行不行 要把整個FS 好不好 整個FS事情 2s加12平方 乘上Qs加幾 6s加5 所以說今天整個背熟式 要把這整個抓起來幾次 2次 要把這整個 去除以誰 2s加12平方 對不對 所以今天 到底在這邊 要把這整個 市值 去除以這個 市值的平方 去求他一次 對吧 其中 你要把他 去除以他死 觀察一下 這邊 這邊是有2s加12平方 所以說 把這個事實 去除以他下去 之後 老師可以知道 這邊可不可以整出 因為這邊 今天要把這整個事實 除以2s加12平方 那這邊是有2s加12平方 所以說這整個除以他之後 這部分是可以約掉 對不對 對吧 所以說這部分是可以約掉 所以說 於是是誰 今天所求 今天所求於4 也就是只要把這6s加5 這平方 去除以2s加1的平方 是不是叫了 所以說於是是起 把他除以他 去叫了 把這個 去除以他 去叫了 這樣行不行 行好 再強調一次喔 我一開始 被除4s4 被除4s4起 gs 可以分解成除4s 成到30加佔 於4 那fs由這q來構成 所以說把這個q 帶進來 幫他成開去找到我fs 找到fs 之後 今天提 tonnes要幹嘛 把這個fs的平方 去除以他 對不對 所以說fs的平方 把它處理它 行不行 好把它處理它只告訴我這部分可不整除 可以 所以說今天會產生余式的地方是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說把6s加5的平方處理這個東西的平方處理好了 可不可以齁 把它處處看行不行 所以說把這6s加5平方整開始行 36s平方 加上64x 加幾25 3處理多少這平方是請 10s平方 加4s加1 好不好 把它處理它的余式算帥行不行 怎麼算 把它拉到上面來好不好 OK 把它處理它嘛 倍數4是它 兩次 一次 殘數下 倍起數倍他數 兩次 一次殘數下 好不好這邊擺幾 9 94 30 30 除下 下限聖起 24 下限聖起 16 所以余式自己 把它處理它的 這什麼是余式嘛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所以說今天我只要把它處理它的余式算帥是就好了 可不可以齁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把它處理它的余式算帥就等於幾 24x 加16 可不可以齁 所以算出來余式就是起 24x加16 好 這邊看一下 OK 1 2 3 4 4 5